請雅潔 好 開了謝謝 好 大家好我是法務部聯政署的聯政官 我叫陳雅潔 那我們聯政署的機關採購聯政平台呢 很榮幸的被納入了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 所以今天呢我來和大家分享我們的推動經驗 好 那我也是一個基層的公務員 所以今天我是想要以基層的心情來和大家分享 我在這其中得到的心得 那在109年初呢 開放政府突然強勢來襲 那必須馬上展開一連串的行動 所以身為基層幕僚的我呢 就想說 那我要了解一下這個到底是不是來找茬的 那我在理解開放政府的時候呢 就很自然而然的把它和我平時的興趣去做連接 我認為開放政府呢 就很像是政府和民間在共舞 那原本呢政府是在solo 就是可以自己決定自己要怎麼跳 那但是開放政府呢是 呃... 是在跳團體舞 所以舞者之間呢必須要 互相觀察 互相配合 那所以政府和民間呢 就要互相妥協 互相幫助 那讓民間從決策到執行呢 都可以參與 那我們是為了共同的目標 是為了共好 所以我做的第一個努力呢 就是翻轉我的思想 原來不是來找茬的 是來當夥伴的呀 那我們被納入這個承諾事項的機關採購平台 這個機關採購連接平台這一項業務 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我們國家在辦理重大的建設 重大的採購案件的時候 常常可能會面臨很多的問題 因為其中牽扯到利益可能很龐大很複雜 那會面對外界很多的關注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公務人員很有可能會擔心 有被質疑圖利的陰影 所以不敢做決定 那也有可能會有黑道的介入 或者是不當的關說 那嚴重一點 甚至可能會有必案的發生 那所以我們連這組 就在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子 可以避免這樣子的情形 怎麼樣子可以讓 對國家這麼重要的 這些重大的建設 可以如期如值的進行 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讓想做事的人 可以好好的做事 讓公務人員除了依法行政以外 還能勇於認識呢 所以當機關採購的 採購機關的首長 這樣子的需求和決心的時候 我們就會鼓勵他採取聯政平台的機制 那聯政平台就像是幫機關 成立一個很像復仇者聯盟這樣子 一個這麼強大的團隊 那讓採購機關不再單打獨走 可以讓他有一群的夥伴 那工部門的夥伴像是檢查 聯政機關 那還有專業機關 像是工程會 那私部門的話 就像是有廠商 民眾等等 利害關係人 都可以來表達意見 那一起參與這個案件的執行 那一起公司協力 解決問題 化解危機 所以在採購聯政平台中 我們檢聯機關 不是等到問題 弊案發生了 我們才介入 而是改成以預防的角度來出發 在問題都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們就一起參與 來降低這個案件的風險 那這個 這麼強大的復仇者聯盟 要可以成立 要一起合作 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要 這個過程都是要 足夠透明公開的 那也藉著這樣子呢 就可以強化這個過程中的監督機制 那其實我們這個聯政平台 沒有被納入承諾事項 我們也是會這樣子的來推 那這個前後的差別是什麼呢 我認為 是因為各界對承諾事項的期待 是要具有開創性還有前瞻性的 所以我們等於是被民間推著 要踏出我們的舒適圈 但是我們要往哪裡 我們要怎麼走 要往哪裡走呢 這個就是我覺得 需要公司協力的部分 所以為了公司協力呢 我覺得我做的第二個努力 就是盡量去拉近彼此的距離 那拿出我們最大的誠意 就是盡量讓彼此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然後用同理心來溝通 要對彼此有多一點點的了解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互相互相 就是我們政府呢 盡多一份的努力 那民間呢 也盡量提供多一點的幫助 那我們的承諾事項呢 就是在這樣子的同理心溝通下面 演繹完成了 那盡量去做到不要敷衍了事 那也不要天馬行空 那我們的承諾事項的第一項呢 就是要更積極的來推廣 我們的連政平台 那讓更多的機關首長 能夠認識到連政平台的好處 那我以地方政府為例的話 就是目前直轄市之中 有五都都已經有成立連政平台了 那唯一沒有成立的桃園市呢 目前在今年也即將要成立了 那在六都以外 也有嘉義市在跟進 那中央政府的部分呢 是比較大部分 會向經濟財政交通 也都有按鍵成立連政平台 那後續呢 我們還會積極的來推廣 那為了推廣連政平台呢 其實民間就有提供我們建議 就說 除了在國內這樣子的行銷 是不是也可以將這樣子的成果 推向國際 那我們也覺得這個很值得去做 所以我們也為此做了一支 雙魚的行銷影片 那裡面就有機關首長 他們來分享說他們的親身感受 那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令人 振奮人心的一部影片 那如果有多的時間 非常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 那再來是有關於 我們連政平台的資訊公開 只要是有成立連政平台的案件呢 我們都鼓勵它 設置連政平台的專區或網頁 那盡可能的去公開案件資訊 會公開比採購法規定 應該要公開的項目還要再多很多 包括可能會有 包括案件的進度 可能會有工程的月報表 CCTV即時影像 那重要決策的會議的紀錄和資料 那民眾關切他們在意 他們反應的事項做成QA 把它公開出來 那如果有請脫關說的事件的話 也盡可能的來公開 那在推動開放政府前呢 其實我們的 我們連政平台的資訊公開 就是會散落在各個機關 不同的機關網頁裡面的 連政平台的專區這樣子 那其實民間呢 就幫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 就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建議說 其實可以在連政署這邊 設置一個連政平台的單一窗口 那就可以從連政署這邊 就可以了解到整個連政平台的全貌 那其實也有助於我們對外展現 我們連政平台的成果 那所以我們目前就已經 在我們連政署的中英文官網裡面 都已經有設置了這個連政平台的專區 那所以從連政署這邊 就可以看到所有連政平台的按鍵 那也可以超連結到各個機關的平台專區 或者是網頁 那未來呢 會再持續的規劃 可能是設計一個網站 那盡量以使用者的角度 視覺化來呈現這些資訊 讓它越來越好 好 所以我的第三個心得就是 我們在推動開放政府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就是努力的 我們就是先求有 先求有 然後這樣子呢 我們才會有好 那我們不求一步到位 但是至少我們有開始努力 開始行動 好 那我們很常遇到的狀況 可能是民間跟政府 我們之間的意見 或者是方法不一樣 那民間可能很衝 但是長官可能很保守 那我也能夠理解長官的想法 因為他們要承擔責任 所以他們會只做有把握的承諾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努力去找到 其中比較適合的折衷方案 那按部就班的規劃執行 讓長官可以想像 我覺得長官有時候他的恐懼 是來自於他沒有辦法想像 那把風險控制好的話 也比較有機會可以說服長官 那我也舉一個我們承諾事項裡面就是 比較是折衷方案的一個例子 可是其實民間是建議我們說 我們的機關採購聯證平台 有沒有可能是可以去結合開放採購 這樣子的國際趨勢 但是這個聯證所來說實在是一個太大的躍進了 因為我們目前是沒有辦法去規定採購機關 他們應該要公開哪些資料 那我們的做法其實也是 採購機關公開的資訊的決定權 也是都在採購機關他們自己本身 那所以目前各個平台 他們公開的資訊的項目的內容的格式 都有很大的差異性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中間努力去找到折衷的方案 看看有沒有什麼是我們聯證署可以著力的部分 那我們找到的就是 是不是由聯證署這邊可以去研議聯證平台的公開資料的統一架構和格式 那我們試著去建議有跟我們合作的這些聯證平台的機關 我們來試行辦理 那盡可能去公開可以降低聯證步伐風險的資訊 那進一步呢可以考慮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那逐步的來接軌國際的趨勢或者是標準 那是想透過我們的經驗和大家分享說 其實透明和參與是力大於必 雖然會很麻煩 但是其實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一開始呢可能會覺得 我根本就是在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行著正做的值 就是只要經得起考驗 會帶來的結果可能反而是可以減少外界一些 過多的想像跟腦補 那也可以被減少被質疑黑箱的可能性 那我舉兩個我們聯證平台順利運作的兩個案子的經驗 就是第一個的話是水利署的中區水資源局的烏西鳥嘴台人工湖工程 那第二個的話是台北車站的C1D1土地開發案 那這兩個案子當初在成立聯證平台之前都有他們可能發生的問題 那這個人工湖工程呢是因為涉及到用地徵收 如果處理的不好的話是很有可能會造成民眾的抗爭 那就進一步有可能就會造成工程的延宕 那在工程的進行也有可能會發生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至於這個C1D1土地開發案呢是他當初拖了很多年 那歷經了三任的市長馬市長 保市長到現在的柯市長 那前面好幾次都流標 那在成立了聯證平台之後呢 就是盡可能的努力的去做公民參與的活動 資訊的公開 那帶來的結果是什麼 廠商終於 然後減聯機關也在這中間盡力的提供我們可以提供的協助 那帶來的結果就是廠商終於趕來投標了 那這中間過程中的不斷關說 黑函檢舉民眾的反抬 然後步伐的情勢其實都是大幅的減少 甚至可以說是零 那標案就順利的標出去了 那工程也如期的進行 那這個對我們聯證平台來說就是最大的成就 好 我很快速的講到結語的部分 就是呢 就是算很麻煩 然後會增加工作量 但是長痛呢不如短痛 就是我們聯證組也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需要學習 需要嘗試 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所以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動起來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 非常精彩 謝謝我們這個聯證組的夥伴雅杰 為我們帶來的這個經驗 簡單來說 很多民眾對於公務員的刻板印象 就是說哎呀多做多錯 不做不錯 少做少錯嘛 那你如果都不做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的這個創新就沒有了 那還記得今天早上呢 就是有填到公司協力 那其實公司協力的過程中 也有人說這會不會造成官商勾結啊 那我也相信聯證組在這個部分 協助了很多的公務同仁 在創新的同時也能夠保證 我們這個行政中立 那非常感謝我們雅杰帶來的這一個分享 那接下來 是我們建進部能源局莊明成 莊主長要帶來的這個經驗分享 相信他們在這個能源轉型白皮書的政策任務之下 應該也有很多的這個參與跟跨部會的溝通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莊明成莊主長 好 謝謝 很高興今天我們這個機會來跟各位 談一個我們四年前推特的案子 叫做能源轉型白皮書 那其實要花十分鐘講 這個案子我們將近推特一年的時間 其實沒有辦法照顧到太多細節 所以我今天著重在其中 我們針對公司寫作跟公民參與 我們怎麼去規劃跟思考這件事情 還有裡面執行的一些想法 那對成就這件的事情 有什麼樣幫助我們提供一些經驗 來跟各位做分享 那首先要跟介紹一下 什麼叫能源轉型白皮書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白皮書到底是要幹嘛 那2016年我們 我們開始推動能源轉型以來 其實除了談那個能源轉型裡面 有關在能源使用或是能源供給上的一個 形態跟結構改變之外 其中有一塊在我們整個能源面部長裡面 就是要去追求一個社會公平 那社會公平其中有一塊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們需要透過能源復全的一個概念 來讓整個能源轉型的其中 大家面對能源的一個關係 開始產生一個結構上的改變 因為這也是呼應我們未來的一個能源 透過要發展再次能源 其實它跟大家的生活跟工作的見面其實會有越多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更多參與 來了解到底能源轉型在轉什麼 然後能源轉型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你可以在能源轉型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也因為我們要推動能源復全 所以要去改變其實就是在於 以往一般民眾還有 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在參與政府政策裡面的一個 彼此關係的一個改變 因為復全談起來簡單 可是你要賦予一個權利 要刑事權利的人他有沒有能力 他知道怎麼去刑事這個能力 其實刑事這個權利其實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必須去賠利對話跟建立默契跟建立信任感 然後建立一個合作模式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我們基於這樣的概念 我們就開始推動能源轉型排比書 那志祺院議長提過說 我們希望透過能源轉型排比書的這樣子的概念 來建立未來獲取一個公共政策的一個新的參與模式 那所以我們要開始推動能源轉型排比書 那我剛剛把能源轉型排比書 賦予它那麼大的一個目標站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況下我們就想想 白比書到底怎麼去做推動 那我們就設計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是採一個先開放再收斂 再開放再收斂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們必須先開放才有讓大家有參與空間 可是我們也知道其實很多的開放討論 常會流於形式跟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必須讓有些議題討論方向透過收斂的過程當中 讓有些具體的概念得到一個處理 然後它處理完之後 這樣子的一個意見說說 它或許不是一個最完整的意見 我們必須把這樣子的點子再開放一次 然後去接收大家的意見完之後 我們再中整成我們最後的結果 那我們把我們這樣的過程 其實就設計在三加一個階段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 我剛剛提到民眾的參與跟整個公司協力的過程 那所以我們從第一個階段的提點子 其實就是開始開放 然後再進入到第二個階段的公司協助 我們開始去收斂一些具體的方案 之後再開放我們來透過對話的過程 讓這個具體的協用方案得到大家的認同之後 我們再進入到整個定稿階段 進入到政府的一個行政的一個政策裡面來 那我接下來就這三加一的階段 能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第一個要看第一個階段 可是大概第一個就在之前 我讓這張圖來跟各位提到 是說能力轉媒體書其實 一開始在這個措施要推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要展現的態度跟 你對這個所有的這個過程當中 所有的意見或所有的參與者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它扮演的角色最後怎麼會進入到政策 它的意見怎麼會影響到政策 其實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必須很清楚的 因為要不然它又回到它以往的那個 參與模式的習慣就是 它只要發表意見其實它不用去關心 或是它想關心 它的意見怎麼進入到政策 它是沒有一個適當的管道 或是政府也沒有拿出態度說 你的意見其實我怎麼去面對它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政策裡面 就提了一個19加S加Y的概念 就是說19是我政府一開始想提出來 跟大家談的一個政策 可是以往的習慣可能就是在於 我政府就是跟各位在對焦 這19到底怎麼做 可是我們要打開一個態度就是在於 19其實不是一個終點 我們會有加S加Y的一個程序 讓大家的意見在不同程序裡面 開始被進來跟開始被討論 所以我們最後結果S跟Y是什麼 我們沒有預設立場 所以這就是大家參與的角色裡面 可以應該你想要的東西在裡面 怎麼被發現 所以我們在從頭到尾就一直告訴大家 19加S加Y加X加Y就是你的角色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一開始從到底我們要談什麼議題 我們就開始問大家 議題一開始其實不是被設定的 可是當然我們不會從0開始 我們必須先提一個19 就是我們先把轉型 基本的政府的一個概念 先提供給大家 可是開始就進入到X 那你在X你要扮演什麼角色 所以我們就開了很 四場次的預備會議 來蒐集到底哪些議題 進入到我們後續要討論的過程 也就是第一個我們開放的一個程序 好那我們說完大家所有的意見完之後 我們就進入到一個第二階段 可是第二階段之前 我有一個概念要先分享給大家 就是剛提到每個人意見進來 他怎麼被重視的這一部分 其實你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公開 跟透明的程序 來告訴大家的意見 他的意見是在我們所有的程序裡面 怎麼去被處理跟被分流的 所以我們就建立了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科學化的方式 幫每一個意見去做編碼 然後每個意見 他後續的處理流程 都會有非常明確的紀錄 那這樣的紀錄過程中 紀錄的結果其實都會公佈在網站上 所以所有參與者只要查到 他當初在哪一個會議所發表的意見 然後他被編成幾號 只要輸入他的號碼 再進入到我們的查詢程序裡面 他都知道他的意見 在這個會議當中跟後續的相關的 工作流程當中他是怎麼被處理的 所以這樣子的會議資料 其實會讓每個參與者知道 他每個人來他的意見都是等重的 不會因為他的背景或是他知識的能量等等之類的 他就開始有產生差異性 我們非常尊重每一個資料 每一個意見的一個重點 好那我們進入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我們要特別談的就是 所謂的共同協助的概念 以往可能第二階段就是政府 開始消化我們的意見 到底是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大家的意見 可是第二階段我們開始把 包含是跟能力議題會有關的 可能關心這一點的NGO 或是跟產業產業使用能源的部分 也會跟他有關係 或是相關的一些公協會團體 全部都在我們在 形成這個方案內容的一個協助對象 那協助對象就是希望他的意見 能夠在整個方案的處理過程中 就開始被收斂跟開始被採納 所以我們就採取共同協助的部分 那我們就看歷時的117天 有31場次的協助會議 那每一場協助我們都是透過文波做 然後外界的溝通到底他們 我們在共同協助什麼 所以有產出41萬字的一個 討論的一個內容 然後就形成了我們的重點方案 也就是19加X 那接下來我們是有X加Y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產生 19X加Y的一個初步成果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開放 大家對這19加X加Y的意見是什麼 那我們就開始展開所謂的公民對話 那搭造型能源其實有它的專業性 所以一般民眾要進入到能力議題上 的討論其實有它的困難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把一般民眾跟主要的聲量團組 放在一起 其實一般民眾的聲音通常會被壓過去 因為他會擔心自己的專業 沒有辦法參與討論 所以我們特地設計了不同的 參與對象的一個不同的會議方式 包含我們有分眾會議 針對產業團體 針對學員團體 針對社會團體 我們有不同的會議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針對產業的做團 針對專家的那個書面意見 也有針對NGO的一個對話 那我這邊要特別重點講的是在於 最左邊的那個能源轉型公民面對面 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我們還蠻特別的是 我們透過活動的一個宣傳 我們找到全台灣對這個能源議題有興趣的人 可是不是你想報名來就來 我們會根據那個我從這頁先講 我們會根據報名的52人裡面 然後用全台灣的一個母體 當我們有多少男女的比例 有我們多少身份的比例 有多少區域分攤的比例 有多少學歷比例 我們就按照這個來做抽樣 也代表52人裡面 我希望抽樣出來參與實際討論的母體 其實是接近於台灣實際性別 年齡地區交易程度跟身份的一個分部 這樣才能夠知道我們實際的政策意見 其實在這樣子的大母體上面 它實際的討論的意見會收定到哪裡去 那這個過程當中其實 除了參與對象之外 我善意要跟各位談的 就是說我們不只是只有對參與對象 其實我們花很多力氣在於 怎麼讓參與對象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的參與的部分其實是一個可以 就是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參與模式 所以我們有針對在這個活動過程當中 需要引導這些開會的人 然後有辦法參與的部分 我們就有辦了一個所謂的教育訓練 讓這些人有能力來帶領這些 可能完全沒有概念的人來進入討論 所以後來我們抽樣完之後 其實最低的有18歲 最高有到81歲的人來參加 我們這樣子的活動來進行一個討論 好 那最後呢 我們這樣子活動完之後 我們就訂稿了 那訂稿完之後 其實還是要回到 小組再重新消化我們 之前開那麼多活動的一個意見 那經過部會確認完之後呢 最後才由行政院核定最後的 這樣子的一個公民參與 那我們總共有整理了 全部有超過2000人次的參與 也收到1300者以上的意見 才綜整成我們最後的白皮書 那這邊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只是只有在會議 我們也透過網路相關的一個平台 把我們所有的參與程序 全部都透過做公開 包含文波會的資訊 包括視覺化的部分 來協助大家來了解 到底能源轉型表演出 中間的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好 不好意思我一直在跳 好 那我這邊嘗試去整理 這過程當中其實公司怎麼協作 公民怎麼參與 這張其實我把剛剛介紹的部分 再重新整理一次 第一個就是 其實你看這麼多的會議 很多雖然台面上太多的會議 可是我們更多的是 台面下有為了這個會議的 會前會的準備 除了程序的準備完之外 我們還有為了讓會議的討論更順利 我們會有很多官方對民間 官方對官方 官方對地下方 地方進入到協調部分的一個 會前會的程序 所以讓台前的會議是在一個 已經經過事先的一個 溝通跟討論的一個基礎之下 我們再到台前來做一個 比較公開的討論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所有的意見 或者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會透過一些科學方法 讓這個資料 其實很容易被察覺 因為是公開的 所以第三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平台 來做相關的資訊公開 重點是 其實就像我前面提的 能源是一個相對專業的東西 所以我們花相當力氣在做資訊的轉譯 讓一般民眾進入到這個平台裡面 開始要被討論 要不然很多人其實是看不懂 到底能源你在討論什麼事情 好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有列出來 我們雖然第一第二第三 有這麼多會議 可是更多其實是在冰山下 各式的會檢會的準備 好 那第三個要提的是 就是紀錄 其實裡面怎麼去公開 怎麼被透明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紀錄 一個科學化的一個 視覺化的一個紀錄跟整理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 大家會跟他看一下 這種內部還包含對外的一個 資料整理的一個模式 那不會沿著這 這個是很花時間的 可是 你一個討論沒有建議在這些基礎上 其實是沒有辦法 有這樣子的一個討論能量出來的 那我這邊後面要講的是 我們所有東西完成了 可是我們這邊又設計一個東西 因為大家有提到其實大家關鍵的是 我一個案子討論完之後 到底怎麼被執行 那政府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所有的發案進來之後 我開始又填不完的管考表 所以就很多各式各樣的 管考的一個機制進來 那其實我們就站在同理性的角度 那你站在一個被管考的人的角度來講 他最怕就是同樣一件事情 他有重複的管考表在填 所以我們就做個分流 在白皮書裡面被承諾的項目 其實進到管考的時候 只要既有的管考機制有的 我們就不做重複管考 那民眾可能會擔心說 那你到底這些機制你出了什麼 那我們就會分流 因為看得懂的 他就會 就知道怎麼看人 他就進入到我們所有細項部分 去看執行的細節 可是我們知道很多民眾 其實是看不懂那幾百項的一個細項 所以我們又設計了一個 所謂的整體轉型指標 那民眾說你不用看細節 你只要看整體的變化結果 我就知道到底轉型的轉型成不成功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能源轉型指標 來讓所有的民眾 持續的可以有能量 來關心我們能源轉型的一個成果 好 那這是我們整理在我們最後的 整個這一年辦理完之後 各界對參與者跟在外面的觀察者 對我們的一些評價 那至少看起來他們對我們整個 剛剛的設計程序跟執行內容部分 其實都還蠻有正面的一個 肯定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樂意今天有機會 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整個執行辦理秘書的一個經驗 不好意思 因為十分透實現了 至少一年的一個內容 所以可能有點雜亂 所以歡迎大家 待會可以跟我們做持續的討論 謝謝 OK 謝謝 哇真的是聽完兩位的這個分享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要把兩位放在壓軸了 我的意思是說 面對線上很多的學員 其實他們也在各個不同的公務體系裡頭 他們可能每天面對民眾的陳情 無論是情緒勞動或者抱怨 或者是很多的長官課程組織的限制 那我想前面我們的課程很多知識概念的建立 其實也是回過頭來說 兩位這個實戰的經驗 放在我們培莉工作坊的最後一個階段 真的是像剛才的一目了然的狀況 大家知道說其實無論是這邊的那個 連政署的協助或者是我們經濟部的這個案例 有好多的SOP和已經的做法 告訴我們開放政府是有可違的 那對於很多公務同仁來講 讓我們的工作有價值 而不是整天淋死清水和抱怨長官而已 那我覺得讓政府可以跟上時代的演進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Slido平台 呼籲在鏡頭前的所有學員 你可以趕快到我們Slido平台中 我自己聽的是還蠻興奮的就是 你看這些成功不是說真的是在畫大餅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先請教連政平台 聽起來是很政府單位內部的事情 也有一定的機密性 那想詢問這個連政署的夥伴 就是有在具體跟民間一起協力的例子嗎 然後接下來是莊組長這邊 白皮書的開放收斂再開放再收斂的模式 如果在第二次開放大眾參與的步驟 產生了墊覆性的結果 那要如何操作後續 簡單來講就是說 在後面的結論跟前面的結論有衝突的話 該怎麼辦 那我順便把這一題也 剛才多按了一個讚喔 能源局在做資訊轉譯 多放厲害的人的關係討論時 感覺非常專業甚至龐大 這是由內部同仁自己處理嗎 還是有外部單位合作 甚至是外包 那我們就是先請聯政署的夥伴回答 之後再請能源局的夥伴 好嗎 那我先來講第一個問題 確實我們的聯政平台 是比較偏政府內部單位的事情 那可能是比較針對一個採購案的個案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的公司協力可能會比較著重在 是真的跟這個案子會有厲害 會被影響到的這些民眾 那我們找他們一起來討論 那像我剛剛可能有提到的這個 無信鳥轉台這個例子好了 那因為這個工程要可以推動的話 可能就會跟這個周邊的這個民眾 會有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這中間就會 他的協力方式會是 我就是一直找你來 我就是一直來找你溝通 我就是一直跟你對話 因為我希望我們彼此之間 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合適 然後彼此都能夠接受的處理方法 對 那所以在無信鳥轉台這個例子裡面來說 是他們之後最後是 就是用協議架構的方式 然後達到百分之九十幾 那也幾乎沒有這種抗爭的事情發生 那中間其實就是一直找民眾來談 各種的說明會 跟你有關我就把你找來 那跟你講我的政策 我目前可能你的是什麼樣子 那你趕快在決策之前 就先趕快找他們來一起進來討論 對 那如果以C1D1剛剛那個例子來說的話 其實他到後來成立聯政平台之後 也有上那個公共政策 那個種 眾凱獎區提案 就是讓更多的民間可以來提意見 那也有辦理公民參與的工作坊等等 好以上是我的說明 好謝謝聯政平台的夥伴 來這邊能源局長組長 好我想各位在面對那個 政策的討論上其實常常面對 就是不同意見的一個處理 我想能源問題更是 因為能源問題其實常常 它不在於事情的對錯 它常常背後 或是它一開始的決定前提 其實是在於個人價值觀的選擇 那有些其實我們就先不要定義它是對錯 我們就只是說 我們先從價值觀的選擇來做一些 先把大框架先決定下來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第一階段 其實嘗試的就是在大框架裡面 讓大家開始對焦 我們在這大框架之下 我們有哪些具體的目標 其實是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去努力達成的 那因為有第一階段的大框架 我們已經把它收斂成幾個具體目標完之後 它就可以避免到 後續一直停留在所謂的價值觀 跟那種基本上個人選擇的那種層次的討論 這樣對那個事情的往後的推展 其實是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階段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做框架的一個界定 那進入到收的時候 其實在執行階段 因為我們納入了不同的參與者 所以在執行階段不同參與者的那個 不同的意見其實就已經在協助階段 就開始產生對話跟收斂 那當然到第三階段部分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框架問題的討論 那我們勢必在這個時候 要先把前面大家已經收斂的框架的那個前提 先再把它重新界定一次 因為我們還是要讓事情往後走 我想慢慢的大家在討論其實都可以接受 能源轉型其實是大家接受的方向 然後怎麼讓這個細節可以再被執行 所以我們一直在這個框架裡面去把 就先把框架建定下來 我想這樣子的討論其實相對的會比較容易去收斂出來 那好所以這次我講的就是 你勢必要先去界定框架 那我相信界定框架過程當中 你勢必會面臨到衝突 可是這是你在做政策收斂上 你必須先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剛剛提的那一塊 其實我都覺得是在框架界定上的問題 那第二個你剛剛提到喔 不惠言的其實我們花了相當大的心力 在做資訊展翼做資料處理 那裡面其實有相當多的一個軟體 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你有什麼記錄軟體喔 因為其實我們這幾年也一直在更新 我們的記錄方式跟可以運用的一個工具 因為其實這幾年工具發展非常快喔 搞懂四年前的工具就現在看起來已經是老工具了 所以或許大家有新的工具可以看 可是我們花了相當的人力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以能力局內部的人力來講其實是不夠的喔 我要跟各位同學人報告 跟大家報告喔 大家知道我們能力局當初做那個白皮書 是一個科的業務 一個科我們只有四個承辦人喔 所以不可能應付這麼大量 所以我們有相當大的一個外部合作 來跟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協力 所以我們也花很多心力跟我們的外部單位去建立這樣的合作默契 好所以我自己回答這個還是最後一題要開始 好沒有關係 我就順便把它朗誦出來這樣 好因為接下來也有人在聽到這個回覆之後 接著再追問啦 然後包含說這個文稿推薦記錄有沒有 文稿的記錄軟體有沒有推薦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前面這個有關的就是 在不同階段時候的有衝突的時候 那這個我們要怎麼樣繼續往下推展喔 那這邊其實有提到兩位同仁與單位長官 在開放政府方面都蠻順利的 那不知道在這些決策之前是否有先討論過方案 還是說等到長官有一定層級的共識再來去實作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分幾個部分 就是技術效果軟體有推進的話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接下來就是在那個白皮書的那個 不同階段的意見衝突的時候該怎麼辦 然後最後就是連政署這邊的經驗 再跟我們做一次的進一步的分享 來那我們這邊先請連政署 好 對我覺得我們在賺錢這個 看到這種承諾思想的時候是真的還蠻幸運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需要天時地利跟人和 因為我的長官是只有跟我說一句話 既然我們要做那就把它做好 那我就覺得還蠻受到激勵的 那所以我就是專注在我身為基層承辦人 我可以做的事情 那就是當然有經過很多內部的討論 就是盡量讓這些方案都能夠更具體 對那這樣子也才比較有可能被執行長官 那也比較有可能就是接受這樣 好 好 來 中組長 我想我這邊想要分享兩個經驗 第一個是我覺得 在整個白皮書的推動過程 或是在我們現在開始要採取所謂公私協定 或是公民參與 我覺得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想信任感的基礎是在於 對方相信你想做什麼事情 那他也相信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彼此是誠實 而且資訊是公開的 那有這樣的基礎之下 其實你要讓這樣子的合作經驗 才可能會發生 所以我們包含我們對私部門前面要花很多心力 就剛剛跟各位說 介紹那個很多會議其實我們不是在搓 搓湯圓 就是說我先說服你來接受我們的說法 所以我們到正式台面上 大家就很開心的握握手 其實不是 我們其實在很多私下會議其實都是在對焦 大家對很多議題的想法 是不是在同一個頻道上 那甚至我們在交換的是 很多對很多議題的認知的基礎 跟資訊要先對焦 因為我們討論今天會發現 很多的討論其實花的時間都是在 資訊的對齊跟對問題的對齊 反而對實質內容的討論是沒有時間的 那所以我們反而是以下是希望 應該要多花點時間 讓彼此的資訊是在同一個level上 讓大家的問題是在聚焦 我們才有辦法進入到平台討論 要不然花的是大家更大的一個 公共成本的時間 那這個基礎就是要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 那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第一個 一定要建立彼此信任的基礎 所以你要願意分享 那講到分享其實第二個概念是 一定要懂得換位思考 我想對公共的內部更是這樣 我想很多問題的討論 其實每個政府部門 每個單位其實都有他自己本身的本位立場在 那站在他的本位立場 你想會突破他 其實你只是為了滿足你自己的目標 可是如果你不站在他的立場上 其實永遠大家都不會有一個共識點 所以一定要換位思考 如果你是他的話 其實你可能的空間在哪裡 那大家才有可能讓事情在趨近一個 共同同意的方向來做受戀 那這個講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有很多執行的細節 包含剛剛講的 其實大家認為公私協力對你來講 或許是一個負擔跟程序 可以換個角度講 其實公私協力的過程當中 很多公跟私其實是彼此可以 拉來當你的朋友或是敵人的一個工具 因為有時候或許今天在某一個議題上 大家是一個朋友 可是可能下一個議題 大家可能就是敵人了 可是這個彼此之間 怎麼去讓他的那個 就還是回到換位思考的角度 然後去爭取跟獲得大家共同的利益 其實是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試著去揣摩 跟體驗看看的一個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想兩點跟大家分享 OK 我們看到slido上面 好像有一個問題 是真的這個網上問 他是希望兩位可以分析 你想在開放政府跟單位長官的互動經驗 那我想剛才莊助長有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換位思考 其實我們本身所屬的單位 很難沒有本位主義 那其實民眾對於工部門 常常有的指控就是跌床架屋 跟多頭馬車 一個東西是被踢來踢去 所以其實莊助長這邊在能源轉型上 其實做了很多這種大量的資訊揭露 以及換位思考 才用我們今天可以拿出來分享的這個狀況 那或許這邊又有人在追問 是不是可以再多講一些細部的內容 那待會看看兩位的想法 那接下來其實有這邊提到說 公民對話的階段 如果已經有既定立場 那有人純粹來挑釁的話 怎麼辦 就是他們沒有跟你對話 他是純粹保持反對一間立場 你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嗎 好 那我們先就這邊先就做回應好了 來 雅潔 嗯 說多再分享一些我們跟長官在開放政府這個部 或者是在跨部會的那個合作上 我覺得 我想分享一個 就是今天早上我有聽到 曾冠球教授有說 就是 什麼時候公司協力會比較 比較有可能會成功 我覺得我們跨機關的合作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當有時候有危機 有危機的時候比較容易成功 就是像我們平常沒事我們聯政平台 如果檢聯機關說 欸我要參與你的案件 就是他們應該會直接 很緊張 先跑太多吧 想說你幹嘛要來 對 但是當這些 當這些機關 他們在推動這些案件的時候 他們是 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就是然後我可能又會 受到各界很大的壓力 這時候 我們聯政署 然後跟檢調團伸出援手 這時候我們其實 就我們之間的信任感 就會比較容易的就是被建立起來 那我實在是太認同剛剛就是 就是主張 主張 就是換位思考 然後要逐漸的去建立信任感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可以一觸可擊的 就是像我們聯政平台 是從105年就開始推動 然後逐漸的走到現在 其實也才有這樣子的成果 對 所以我覺得我都關注在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上面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氣餒 就是要相信我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那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看到我們 要很輝煌的成果 那是至少我們身在其中 然後我們可以漸漸的帶來一些轉變 他可能未來某一天 你這個就是一個很關鍵的 對 對 這是時候 好謝謝雅傑給我們帶來的分享 來接下來請名次主張 好我想有一個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其實在整個公民參與 或是那個公民協力上 其實那個平台的建立很重要 大家想說平台可能就是兩個人 或是三個人 可是它其實不只是人的問題 還包含是它的討論氛圍跟討論模式 怎麼被建立 因為你會發現其實 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或是協力過程當中 大家都都習慣講 可是大家都不習慣聽 可是我們認為 在這個討論過程當中去建立 聽聽看別人在講什麼的 這個機制跟這個精神很重要 因為沒有聽別人在講什麼 你就沒有辦法進入到一個討論的模式 因為每個人都搶著講 他就不會有共同的結論出現 所以我們一直建議說 大家一定在這個平台上 一定要建立不同的意見 在這個地方都要被彼此聽到 而不是都是一直在對話 因為沒有聽那個對話都是空的 對 所以我們要建立 你一定要找不同人在這個平台上 讓不同的意見被不同人聽到 這樣子討論的空間才可能會出現 所以真的要很注意那個 平台跟機制的一個 還有氛圍的一個設計 好 所以這邊主長有提到幾個關鍵 他說討論氛圍的設計 其實像我們今天早上 有請到那個民主熱潮 他們其實就是在這種 實體活動上面的 討論引導的技術 那其實這邊有提到一個關鍵是 溝通效率在 溝通效率的關鍵在於聽 否則你忙著說服別人 你都沒有時間去理解別人 那其實就沒有進一步 換位思考跟彼此找到共好 那其實說到底 無論這個政策怎麼樣去做決定 最後就是我們希望它能帶來我們的共好 那其實政策不一定有好壞 但是我們如何找到更多元的配套 讓我們大家把這個共好來實現 好來我發現我們最後一個階段的提問非常的踴躍 我們看一下那個slide上面還有哪一些提問 第一個問題已經剛才有回應了 我們是不是先把它拉掉 接下來能源轉型實際上的視覺化成果 視覺化成果這一種經驗 你拉太快了 sorry 這種使用者考量的思維 是如何導入貴單位的 因為可能很多的同仁來自於地方政府 他們可能要先跳脫舊的思維 那這東西我們再來請能源局的夥伴來回應 然後部會間有很多橫向交流的機會 是不是各位可以推薦哪些工具或是經驗 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單位的時候 不用從零開始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目前只有二級或特定單位有被要求開放政府嗎 三級以下的有什麼建議 第三題我不太確定是不是誰可以回答 那如果現場沒辦法回答 我們就會後再去找這些事實型的資訊 再補充給大家 那現在就下面既有的問題 那也是請雅潔先嗎 好 這個部會間很像交流的機會 我們像我覺得我們聯政平台就是在創造這個部會間的 這個很像交流的機會 我覺得開放政府應該不是只有單純躲動在公跟私之間 就是像我們跨局處 跨局處 對跨局處之間的合作其實也是很需要的 那所以其實聯政平台聯政署就是在幫忙創造這樣子的機會 讓彩作機關有什麼需求 他需要找到什麼部會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這個平台 然後讓他有機會可以跟這些人 溝通情意然後 就是選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好大概就這樣 對其實雅潔剛才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在採購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習慣做我們會做的事情 我們卻忘了停下來思考 我們會做的事情 是不是還是對的事情 因為也許很多的時空脈絡或是議題進展 對於不同的時候我們如何創新 這其實是聯政平台對於我們公務人員最大的後盾 好我們謝謝雅潔剛才給我們的這個回應 謝謝你幫我做了一個很棒的結論 來組長 好 第二個 我想是不是這邊訂閱 因為從第二個我可以分享一些觀念 我覺得能力轉移指標其實在設計上 其實我們想突破一個觀念 一望政府很多的計畫盯定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的行動計畫 行動計畫就有上百條 那上百條每一條都會被管制說 你這條到底完成了沒 那常常我們最後可能要跟大家共同說 我有100項工作在這個計畫裡面 然後100項工作都完成了 好 可是常常大家對 其實實際的結果 可能大家對這100項工作的內容 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你還是要回應到說 到底這100項工作 最後我想成就的那個目標 它改變了什麼 那我覺得就要從這個 以績效導向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幾年 我們都嘗試的建立一些指標 包含是主觀跟客觀的 主觀可能是我們自己去建立 某一些統計指標 或是統計數據實質的改變 那有些我們可能要去建立一個 比較長期性的觀測性的指標 來確保來確定 其實我很多的計畫 它的執行結束或是執行的內容 有沒有實際造成效果 那你自己說你完成的不算 其實最後的指標跟最後結果 才是真實的數字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效果 其實你就要回頭去檢討 到底我計畫裡面 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到 以績效導向來看 到底你施政的結果的成果是什麼 而不是在於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完成了哪些事情 我們會從這個角度開始 來做一些改變 對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改變 其實會讓大家在思考 那個工作項目本身的時候 不會是站在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寫到工作項目 其實是我做得完跟我做得到的事情 可是我不管我做完這件事情 跟做得到這件事情 到底對實質的成果有多大的幫助 可是你應該建立其他指標 來檢核你自己 到底這些事情實質成就的什麼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在轉型指標裡面 想去建立的另外一種 機關內部也是對外溝通的一種模式 OK 哇組長的這個回饋 我也覺得非常棒 他就是簡單來講 不要瞎嘛 你整天在做 把這一類的跟狗一樣 但是對於那個願景 到底我們有做到多少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 走出舒適圈 我們想像下一個世代的公共治理 可以如何更好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在這邊參與開放政府的一個動機 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到這邊提醒各位大家 我們BBB會議室裡頭有這個 簽推的連結 那也有我們的課程的回饋問卷 都在我們的共享筆記裡面 那記得待會兒把握時間 在離開的時候 要先提醒完畢喔 那我們再一次謝謝我們的兩位分享者 我們的連結局的雅結 以及我們經濟部能源局的組長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到此告一個段落 然後提醒大家就是 兩天到這邊終於結束了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課程實作 我們也期待這一次的賠利工作坊 只是一個起點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國家機器層層跌跌 其實有很多的時候我們要蛻變重生 一定會有經歷一些的適應期 但顯然的就是你什麼也不做 好像也不是個辦法 就是我們如果每天每天都要 持續的追求更好的生活 這其實就是我們政治的一環 那在公部門在民間 其實我們都還有很多 齐力協作的可能 那除了這些零死薪水的價格之外 更重要的在我們機關的價值 要如何創出一個社會共好 那其實是不分黨派也不分議題理念 而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去思考和實踐的事情 再一次感謝大家這兩天 參與我們這個線上的課程 我們也期待未來的開放政府 有更多的種子 讓我們一起打造這一個 透明寒容多元的台灣社會 再次感謝大家 下線的時候請記得先寫好